《天氣報告》 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林鶴賢 香港今天整天的天氣都算不錯 今早在太平山頂望出去 更見到雲海的現象 景色相當漂亮 至於氣溫方面 今早國區氣溫比較平均 大概是20至21度左右 今天下午由於陽光的關係 所以國區氣溫上得頗高 譬如在香港天文台之外 最總部來說 我們錄到27.6度的高溫 暫時來說今年的最高氣溫 新界的地區 譬如石崗、打鼓嶺 更加錄到30度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香港在這裏 看到香港附近雲量不少 不過這些雲不是蓋到密曬 所以我們今天基本上陽光比較多 但看到在香港以西的地區 不斷有些雲是飄過來 我們預計未來的一至兩天 我們雲量將會增加 還有機會有一兩層雨 最新的預報圖 顯示今晚將會有一股東北季風 抵達廣東沿岸地區 我們今晚開始會轉吹一些大的東風 會有些雨 而未來那兩至三天的天氣 基本上都是受到東風的主導 吹著一些大的東風 記得到到星期六來講 我們北面的氣壓梯道 將會變得比較緊密 其實有一股東北季風的補充 將會在週末期間 尤其是星期日 會抵達廣東沿岸地區 到時我們的天氣會變得比較不穩定 會有雨 溫度方面會下降 至於詳細的天氣會是這樣的 漸轉多雲和有幾陣雨 初時部份地區能電度較低 明天天氣是轉涼 氣溫介乎18至21度 風會是吹微風 今晚東風會逐漸增強 至於展望方面 記者到星期四早上的天氣 依然會比較較涼 而星期五和星期六會有些陽光 今晚的天氣講到這裡 祝大家有愉快晚上 再見